那在第一天救援现场进行连线报道之后 第二天我就直接前往了花莲刺激医院 去了解就是目前伤者的收治情况 因为刺激医院是在花莲本地医院当中 收治伤者最多的一家医院 它是受治了有56人 院长助理就提到说 医院的加护病房有两位病人 其中一位病人是一个只有9岁的小女孩 这个小女孩她是在彻体中被发现的时候 具有颅骨损伤是有颅骨凹陷 因此送医送到医院之后 马上就开始进行了一个长达5个小时的手术 目前还在加护病房当中 但预计应该可以马上转到普通病房了 那这个9岁小女孩她的妹妹 就是在第一天大家所播报出来的6岁的小女孩 她是在从现场送医回到花莲的过程当中 就已经失去了生命迹象 那两个女孩的父亲呢也受伤 目前也在住院当中 但是受的伤是较轻 但是这个一个女儿是经历了非常痛苦的手术 另外一个女儿直接小小的生命就断送到了事故现场 这个事情对于任何家庭来说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致命性 非常难以接受的 在昨天下午的时候 那女孩的父亲也是到现场去对她的小女儿进行了一个悼念的活动 可以说是大悲无声吧 就是陷入了非常多的悲伤气氛当中 已经不知道该如何来表达 或者用情绪来表达自己的这样的心情了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最小年龄的罹难者是一个只有四岁的女童 花莲殡仪馆的这个遗体修复师告诉记者 她的遗体可以说是所有的罹难者当中 可能是损坏最多的 然后也是修复最困难的一个 那遗体修复师在对记者的这个介绍当中 也是一度哽咽 在看到她的那一刻 就会觉得非常的心痛和不忍 会不惊地想象 为什么这样的事故会发生在一个如此年轻的生命上 除此之外 几位有经历过这个事故现场的一些轻伤患者 那他们在给我们回顾现场的时候 跟我们都有强调一个重点就是 在事故发生以后 整个车厢当中 乘客们很多都是一个非常平静和冷静的状态 那大家都是非常有序地在去询问身边的乘客 还有身边的家人朋友 是否有受伤 或者目前的情况是否需要帮忙 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大家也是体会到了 就即使是陌生乘客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怀 还有在这样的一个突发事故当中 这个人性的这样的力量 他也没有人家的质量